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快手菜 麻将四鸡豆 这道菜呢步骤很简单 也是卤菜的传统菜 四鸡豆我们洗干净以后 剪去两头 然后从中间对折 一掰为二 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掰起来 不太整齐 那你也可以剪去两头以后呢 放到切板上 把它对齐了以后 用刀拦腰斩断 这也是可以的 锅内水烧开以后 我们加入盐油 下四鸡豆下去煮 煮到四鸡豆变软 就可以盛出了 我们找一个碟子 将四鸡豆足一的码入 现在我们来将麻酱调一下 芝麻酱一勺 放入两汤匙的香醋 一汤匙的生抽 加入少许的芝麻油 加入一点蒜 将它调开 将调好的麻酱 倒在四鸡豆上 这道菜就好了 耗时不过五分钟左右 下班回到家做起来呢 是非常简单的哦 对筷子